哈囉,歡迎來到WinSucker足球教室 我是小玉教練 比賽中,無球的隊友如何去支援持球的隊友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過去說到支援,常常會聽到教練喊 拉開拉開,比賽當中支援 有時候是拉開,但有時候反而是要靠近 今天要介紹大家一種支援,叫做緊急的支援 比賽中,當你面臨對方防守球員一起壓迫的時候 這種緊急狀況呢,可以使用 當防守者壓迫的時候呢 通常這時候,隊友會傳一個很長的球 但是呢,這種球通常很難第一時間控跑 加上空間不足,所以你常常會失誤 此時呢,隊友之間必須要有默契 因為當防守者壓迫上來 防守方呢,必須要犧牲背後保護的空間 此時,可以傳一個速度,不要那麼快的球 讓隊友往前快步去打中間那個傳來的空間 將會打中兩秒三秒內 快點擊,會不會再打中兩秒 好,快點擊,會不會再打中兩秒 完全無敵,會不會再打中兩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